阿里山特夫爺部落領袖汪念月 1月4號不幸病逝 家屬們趕著處理後事 許多親朋好友文訊後也前來慰問致意 談起汪念月 不論在家屬或族人印象中 他態度和藍可親 很懂得照顧體恤 因此收到大家尊敬 從很小的時候 他就是都很照顧我 就是也從來沒有在我面前生氣過 或發飆之類的 一直來都是一個很照顧我的外公 他做人成功的地方 就是說他很含蓄 又是很客氣 都是讓人家敬畏 讓人家敬畏 這個頭目他領導我們鄒主 真的是我學習的一個最好的一個 模範的一個 也是說父親 這個父親 汪念月帶領部落族人不分彼此 像家人般對待照顧 雖然是虔誠天主教徒 但對於周族傳統文化 記憶相當重視 並沒有因為宗教信仰 而割捨掉祖先流傳下來的文化 反而積極帶領族人附贈傳統文化 讓族人對他相當懷念 他對我們周族的傳統文化的繼承 然後我們原住民的文化的一個傳承 他真的做得很好 雖然他是天主教徒 但是他堅持我們的文化 這個文化是最重要的一個資源 光明月離世帶走周族一個世代的歷史跟記憶 他帶領特夫野色各部落走過近半世紀 是族人心目中永遠的精神領袖 家族預計1月10號在特夫野天主堂 舉辦家祭與公祭 送他們心目中敬愛的領袖跟家人最後一程 記者諾嘉宜阿里山參謀報導